大家好 我是让我学习边的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 在2016年的1月份 王某的驾驶别克牌小汽车 行驶在国道307的路上 在晚上6点半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前面有一个人骑了一个电动车 王某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可能是没看清路 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总之从后方直接撞向了 骑电动车的这个人贾某 贾某当场实际上就已经发生车祸 然后已经是受到了一些伤害 按理来说 我们已经发生交通事故了 这个时候应该赶紧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但是驾驶员王某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把受伤的贾某抱进了车里边 然后在晚上6点半发生交通事故 将近7点的时候 他经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某县 在县城转了一圈以后 过了两个小时 9点的时候又从县上了高速 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1点多的时候 到达人民医院 他在医院的住院部门口转了一圈 然后回到车上 把受伤的贾某抱进了住院部的大门口 扔到医院以后 王某驾车就走了 走了以后过了半个小时 11点半 这个时候医院的人发现了受伤的贾某 但是经过检查发现贾某已经死亡 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失血性休克造成的死亡 也就是说中间血流的太多了 那么最后虽然说王某得到了贾某 他们这一家人的谅解 也进行了积极的赔偿 但是他是犯了刑事罪 他的一些相应的罪法是肯定逃不了的 那问题来了 当时检察院起诉的时候 是按照故意杀人罪来起诉的 但是王某说什么 我不是故意杀人罪 我当时给他拉到了医院去 我是想救他 所以说我只是犯了交通肇事罪 那么像本案当中 王某的这一系列的行为 他是属于故意杀人罪呢 还是属于交通肇事罪呢 这就是我们本期要讨论的案子 大家好 我是让学习变得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法律 其实很好玩 我们本期抢到的嘉宾 依然是我们沿途教育的签约老师 我们的杨亚霞老师 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杨老师像我们这个案子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其实确实是一个交通肇事罪 然后的话他把这个受害人 这个贾某就给撞伤了 然后的话呢 贾某可能也是一直在流血 但是他没有采取其他的办法 就是直接把贾某抱到车上 转了好像得有四个多小时 才把他送到四个半小时 才把他送到这个医院 还是住院部 还不是急诊部 是送到了住院部 那他这个到底是一个过失 就是故意杀人 还是说这个一个交通肇事罪 对 好的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问题呢 就现在咱们刑法中啊 对于犯罪呢 有两种主观心态 两种主观心态呢 一种叫故意 一种叫过失 那么过失呢 又分两种 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疏忽大意就是说 我应当预见到 但是我没有预见到 过于自信呢 我已经预见到 但我轻信能够避免 那么这两种故事的共同特征 反对这个危害结果的发生 反对死亡结果的发生 那么故意是什么 故意是说 明知这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 那么这有两个词 希望或者放任 咱们生活中讲的 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直接故意就是 我用刀子扎你 我追求你的死亡 这个就叫希望 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我放任你的死亡 那么不管他是追求还是放任 他可以统一到一个词叫什么 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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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认定这个王某的行为 是交通造势 还是故意杀人 就取决于什么 他是否反对这个受害人的死亡 我可说 是吧 那他像这个 这个表达的非常准确 对 他说是我其实是反对的 为什么 你看我都送了半天 我是不是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对 对 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对 那反应在最后判定的时候的话 或者说是检察官 在给他提起公诉的时候 那为什么说他是一个 故意杀人 对 我是送到医院去了 他为什么说是故意杀人 他就讲 他说我是救人不当 救人不当 我就只是一个 我是反对的 就像你刚才讲的 但是他怎么反对了 他把人撞了之后 他打保险电话的没有 那确实没有 他送人去医院了没有 这个最后是送了 这个有个发展过程是什么 就是他18点30分把人撞了 对对对对 18点52分 他就从那个307国道就出来了 对对对 出来呢 进入了一个厄托克前旗 对对对 已经进了这个旗的这个城区的这个旗就相当于线了 对对对 进了这个县城了 在里面待了两个小时 他又出来开车往阴川 他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干嘛了 去了一次医院没有 没有 没有 然后呢 这个中间其实他还经过过一个县城 就是说他经过了好几个能够就近送人去医院的地方 他都没去 对 而且的话我觉得什么呢 他又不像说是其他的你看不到的或预见不到的那种伤害 比如说他刚开始装完以后 有内伤 对 有内伤 比如说刚开始装完以后的话 你看着好像是没什么事 对 但是突然过来一会儿以后 这个受害人可能是因为自己心有余悸 突然心疼病死了 这个也是预见不到的 对对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他那个死亡原因是 失血 对 也就是说你是看见他流血的 对 你最起码一点点的说我别的治不了 我给他包扎一下是能吗 对 这是最起码的 对 但是他没有 他一直耗着人家 到最后到11点07分的时候 才把这个人送到了医院 而且像你刚才讲的 他不是给他送到门诊或者急诊 说你们来救一下这个人 不是 他是扔在了医院的门诊大厅那个地方 住院部的大厅 然后就跑了 对 然后过了那么20分钟 大家才发现了这个人 他并没有真正把他送去救诊 所以 检察院就认为这个人是一个故意杀人 然后就诉到法院理由就是什么 刚才这个过程黏眼论证了 他其实是放任别人的死亡 放任 但是检察院诉到法院去以后 法院就认定是故意杀人 然后认定为间接故意 判了10年 判了10年 就是这个人最后是以故意杀人罪给判了10年 你以为这事就完了吗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按照我们平时老百姓对于故意杀人的理解 杀人要承认对吧 你就算说你不是说直接把这个人给恶解的给杀了 但是你最后你毕竟是 你虽然说不至于说你直接就给死刑 但我觉得你死缓或者说是无期 对吧 10年是不是有点低 我觉得 他就这样 就说法院就认定他认为他是一个间接故意 就意思说他不追求 他只是一个放任 所以就判了10年 被害人的家属倒反而没什么意见 检察院不干 检察院当庭就说我要抗诉 这个是直接故意 那理由是什么 说你有那么多次机会进医院 你不进 你是把人活活耗死的 对 检察院认为他是故意要把人拖死 其实我说实话 他那两个小时到内蒙古的县 就是什么恶河拖前期 你说那两个小时你干嘛去了吗 对吧 不知道 在那待了两个小时 他不把人家送到县医院去 对啊 然后又出去以后又搞两个小时 这样总共四个半小时 是的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一审 不是这个判下来了吗 对对对 这个检察院说我要抗诉 然后就由他们的 这个人民市市一级的检察院抗诉 抗到了中级人民法院 抗完了中级人民法院说 维持原判 维持原判 还没完 还没完 这个检察院就憋着劲 非要把这个人搞到一个特别重不可 然后又往上提 最后呢 是自治区一级的检察院 就用咱们普通的就省检察院 向省高院提起抗诉 然后最后一次的开庭 就是省检察院和省高院 他们开的 然后 然后省高院说 维持原判 还是有维持原判 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最后还是那边是一个间接故意 这地方啊 其实你仔细思考啊 省高院呢 有一点 我觉得还可以肯定的地方 就是在这种间接故意和直接故意 不是那种特别明确的 对着 拿刀子对着 你就是要扎死为止的 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 他采取了有利于被告人的 相对于从轻的 对被告人有利的一个认定 这个呢 就是应该说是我们刑法的一个叫 谦逸性 谦虚的谦 压抑的意 谦逸性 意思就是说 刑法呢 要尽量的少用 给人判刑呢 如果在证据有存疑的时候 那么尽量呢 不是尽量 如果证据存疑 只能按你能够认定的清的证据来认定 那么法院就认为说 这个地方 他虽然拖了他 虽然他一直在流血 但是呢 他和那种直接要希望扎死他 还有区别 对对对 所以他最终是按间接故意来认定的 但是无论怎么讲 他这个行为已经不是交通走势了 对不是过失犯罪 已经是这个故意犯罪了 对 那你看这个案子当中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刚才你也说就是检察院 他一直在抗诉 一直就觉得说我这个你就判得太轻 对吧 我就一定要就是相对更加严厉的去侵犯这个犯罪嫌疑人 对对对对对 那你像我们当中就是这个刑法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罪啊 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刑事案件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检察院要提起这个公诉 对对对对 那有没有这种情况下就是所谓叫什么民不举官不丢 就比如说其实我我中间我是犯了一些罪的 但是可能这个这个人家受害者都没说要告我 虽然说我是触犯了一些刑法 但是你检察院你就不能提起公诉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 有是吧 有 那什么样的行为 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检察院你想告我 人说不告也就不告 有的 这个呢叫做轻告罪 轻告罪 轻 轻字的轻 啊 就是说我被害人才有权力决定告 还是不告 那我们刑法里面有什么呢 这个虐待 虐待 这个侮辱 诽谤 暴力干涉 婚姻自由 还有一个侵占罪 这五个罪叫做这个轻告罪 比如说一个老太太被儿子虐待的要死要死的 然后呢警察说来我帮你把儿子抓起来 我太太说no 我自己的儿子怎么能被你们抓走呢 我被他虐待死我愿意 警察就没有办 那我再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公司 假如说我们公司 然后的话呢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员工 然后的话他可能去贪污了 可能用职务的方便来贪污公司的这个钱 对吧 那像这个罪的话 我作为我公司来讲的话 我也可以来决定告或者是不告 no 这个罪叫职务侵占罪 职务侵占罪 职务侵占罪 就是你们是非国有公司吗 对对对 那叫职务侵占罪 如果是国有公司就叫贪污罪 对 这个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都不是轻告罪 轻告罪就刚才我说的那五个 如果说 你刚才不是有个侵占是 有一个那个侵占和职务侵占还不太一样 职务侵占跟贪污是一样的 侵占的是什么 地上有个东西 我捡了 比如说张老师 你有个特别大的钻戒 我在地上捡了 后来你通过监控查到了 杨老师还我的钻戒 我说sorry从来没见过 然后这个如果能够证明 我拿了你的大钻戒 我不还你 在刑法上就可以定一个罪侵占罪 这个和我贪污公司的财产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然后刚才职务侵占 假设现在你们公司老板发现这个问题了 然后这个员工觉得这个员工还好 一向中性耕耕 临时有点糊涂了 决定不告 结果这是下午被公安局知道了 公安说不行 我一定要抓他 这个时候你们保得住吗 保不住 保不住 这种事保护住的 不许 对于刑事案件不许私下和解的 通常情况是不许你私下和解的 如果构成了犯罪 尤其是那种重罪 像有些女孩子被强奸了 后来对方给了很多钱 女孩子说算了我不告了 但是如果公安已经知道了 那么这个时候 是必须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你不能由你当事人决定想告就告 不想告就不告 但对于相对比较轻的 可能判三年以下的 那么有的时候和解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对于重罪 是必须由咱们公安机关来决定的 我了解了 所以说的话 有些时候 怎么说 如果说万一 希望如果大家能看到 遇到这种交通肇事以后 发现受害人可能会有流血 或者说有他可能会去死亡的结果 我们一定不能放任 否则的话就从交通肇事变成了 对 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杨老师给我们的解答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的